好,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來介紹分子間的比較強的作用力叫氫件 那氫件過名思義它就是有氫原子當作一個橋樑 那它發生的情況是這樣子 那氫原子如果它藉在佛氧彈的旁邊 氫原子如果藉在佛氧彈的旁邊 那因為佛氧彈它很會搶電子 那比方說你看到這個圖形這裡 那這個X原子或者是Y原子 那就屬於佛氧彈 因為佛氧彈它的電幅度很高 所以它是屬於部分負 那氫部分症 也就是說這一個你看到這裡 XH這個共架件這裡 那這個共架件它是有極性很強的極性 為什麼呢?因為氫原子的電子 已經幾乎被這個佛氧彈搶走了 所以氫原子幾乎就 原子核幾乎就揉落出來 所以那些Delta症部分症 它這個部分症很強 那當它遇到另外一個分子的佛氧彈 因為佛氧彈是部分負 那它們之間有正負相吸 那這種 它雖然是屬於一種分子間的作用力 也就是所謂的歐積歐積力 但是它的歐積歐積力 又比一般的還要強很多 所以我們把它獨立出來 叫做氫健 所以氫健其實它也是一種分子間的歐積歐積力 那只是說它的中力更強 我們把它獨立出來叫做氫健 所以就你記一下氫健發生的狀況是怎樣的 就是第一個 你要有佛氧彈 像比方說這個X原子 或者是Y原子是屬於佛氧彈 那氫原子接在佛氧彈旁邊 那氫健在佛氧彈旁邊 這樣氫的部分症佛氧彈就部分負 那這個氫原子當做橋梁 跟另外一個分子 跟另外一個分子的佛氧彈 然後正負相吸這種種力叫氫健 這個叫氫健這第一個 那我們看一下 那氫健有什麼特性 請看到這個要點 氫健有什麼特性 那氫健的特性是它有離子健的特性 為什麼它有離子健 因為它有正負相吸 這個氫的原子核幾乎揉落出來就帶正 然後這個佛氧彈 Y佛氧彈它是負 部分負正負相吸 所以它有離子健的部分特性 那你注意它只是部分 它不是真的離子健 第二個它也有共駕健的特性 那為什麼它有共駕健的特性呢 那是因為怎樣呢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相當於 相當於氫原子提供 它的原子有揉落出來 相當於氫原子 在氫健這裡 相當於氫原子提供空軌域 那這個Y原子 Y原子提供什麼呢 Y原子提供隆配 Y原子提供隆配 所以它相當於有什麼呢 配位 相當於是一種配位共駕健的概念 因為Long Pay Long Pay跟空軌域的結合 所以氫原子呢 相當於是一種共駕健 還有共駕健的特性 配位共駕健 那它因為它是共駕健 它類似於共駕健 所以它有方向性 它可以由正化相符 有正化相符 有沒有 所以它有方向性 那它為什麼又有凡德瓦力呢 因為它是一種分子肩 比較強的分子肩的歐基歐基力 那時候我們就把它讀出來叫氫健 所以它也有凡德瓦力的部分特性 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它有方向性 剛剛講過的 第四個劍能比較一下 那劍能是這樣 如果是氫健大概是共駕健的 氫健大概是共駕健的十分之一 然後呢一般的凡德瓦力 又比氫健小十分之一 所以共駕健氫健 凡德瓦力大概是100比10比1 這個比例 那接著看到 如果是一樣是氫健 那我們知道有佛有氧有淡 那這樣健能的大小 那這樣健能的大小呢 這三個F 這三個健 這三個氫健健能的大小 那我們就用極性來看就好 我們就用極性來看 那這個極性是這樣子 我們是畫一下 這個 就這樣好 這一個 電腹度1N 電腹度1N 這個是佛 這個是氧 這個是氫 這個是氫 氫的電腹度最小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氫跟佛的電腹度差距最大 所以HF的這一個 這個共駕健的急性最強 那形成氫健的時候也是 HF的這一個劍能最大 大於OH 大於NH 大於NH 所以劍能大小是這樣 這樣一下看 長度 什麼長度呢 就是比方說 這老師先把它塗掉 這裡我把它塗掉 假設這裡 假設這裡有兩個長度 一個叫L L1 輕劍 輕劍的長度叫L1 那共駕健的長度叫L2 那這兩個的長度 誰比較長 誰比較短 那你說按怎麼想 這兩個你都把它想像一下 這個 這個氫原子跟這個 氫原子跟這個佛氧蛋 它形成的是單劍 然後這個氫跟佛氧蛋 形成了氫健 那也是一個Long Pair 跟空軌的結合 所以你把它視為單劍 那兩個都是單劍 要比長度怎麼辦呢 我們說可以用劍能來想 那氫健的劍能 大概只有共駕健的十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推論 這個氫健的長度 應該是要比較長 那換句話說 這個L1跟L2比起來 L1應該要比較長 因為它氫健的劍能比較小 所以它的長度應該要比較長 這樣OK 那接著看一下形式 行程氫健的形式 那行程氫健的形式是這樣 這個我先把它插掉 行程氫健的形式是這樣 它 它有 清潔在佛氧蛋旁邊 清潔在佛氧蛋旁邊 現在老師只畫部分 現在部分 然後你看 這一個 這一個呢 清潔在佛氧蛋旁邊 所以它的形式可以是這樣 它的形式可以是 清在中間 那兩邊都是佛 或是清在中間 一邊是佛 一邊是羊 清在中間 一邊是佛 一邊是蛋 或是清潔 另外一邊是養 或者是清在中間 一邊是養 中間一邊是養 一邊是蛋 那最後它也有可能 可能是 清在中間一邊擔一邊佛 一邊淡一邊養 或者是兩邊都是養 这些都是轻件可能产生的形式 接着最后平均分子间有几个轻件 平均分子间有几个轻件 这个我一样把它擦掉 平均分子间有几个轻件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算说轻件的数量如果越多 那可能它分子间的作用力会越大 那分子间的轻件我们就这样想 假设我现在有水分子 我现在有水分子H2O 那如果你要怎么形成轻件 就是用轻原子当架桥 用轻原子当架桥 所以这里 这里可以产生一个轻件 就是养原子提供Long Pay 那轻原子提供空轨鱼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轻件 所以我们需要形成轻件的时候 一定需要什么呢 一定需要Long Pay 跟什么呢 跟轻 这样可以形成一组轻件 有Long Pay 一个Long Pay 搭配一个轻原子 这样可以产生一组轻件 所以这里 这里有没有 这里就产生一组轻件 好 那现在老师再画给各位看 那如果是这样子 这样也是产生一组轻件 然后呢 这里如果有轻原子 那如果碰到另外一个分子的氧 那这样这里 就养原子跟轻原子的搭配 这样也是一组轻件 然后呢 养原子跟轻原子的搭配 这样也是一组轻件 那所以呢我们在研究轻件的数量的时候 那我们就这样想好了 比方说水分子 那水分子呢 每个水分子 可以跟另外四个 另外四个水分子产生轻件 所以平均每个水分子 我们可以说它有两个轻件 那我们呢 实际上在算的时候 通常是会建议大家这样想 就是因为它是long pair跟轻原子的搭配 所以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 你想象一下 你如果有100个水分子 100个H2O 那你有几个long pair呢 你有几个long pair long pair一个水分子有两个 两个long pair 所以100个水分子就是你有200个long pair 然后轻原子呢 一个水分子两个轻 所以100个水分子也是怎样 200个轻 所以它的long pair跟轻的搭配 刚刚好 200个轻200个long pair 所以我就 假设它 假设它 说了可能性 都可以产生轻件好了 那也就是说它有200个轻 200个long pair 假设都可以的话 那不就是200组 200组轻件 因为轻跟long pair的搭配 就可以产生轻件 那所以平均一个水分子 我们就说它有两个轻件 平均一个水分子两个轻件 我把它memo在上面 轻件的数目 轻件的数目 那水分子H2O 就是两个 那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NH3 平均有几个轻件 那这个老师 底下这里把它涂掉 NH3 NH3是这样 蛋 然后接了三个轻 所以看起来轻好像很多 但是你要注意 蛋原子只有一个long pair 蛋原子只有一个long pair 所以假使我有100个NH3分子 那我的long pair有几个呢 long pair就是100个 每个NH3 就是有一个long pair 那它的轻呢 有几个 300个 所以NH3分子 它的轻原子很多 可是long pair其实才100个 虽然可以产生轻件 假使所有可能性都拍得上用场 那不就 它顶多也是产生100组 轻件 HB轻件 所以平均一个NH3 我们就说它有一个轻件 那换句话说 其实你就去看这个分子 轻原子跟long pair 以少的为准 比方说它的long pair只有一个 那它就是一个轻件 那比方说你再举个例子 HF HF呢 我们看一下 HF呢 它的 long pair很多 它有三个long pair 可是它只有一个轻件 所以假使你一样 有100个HF 那你的long pair不就有 几个呢 300个 因为一个分子有三个long pair 那你的轻原子呢 只有100个 所以它现在是long pair多 轻原子少 所以它的搭配呢 你也只能产生 100组 轻件 所以平均一个HF 不就只有一个轻件 这样OK 所以轻件的数量 以后我们再算轻件的数量的时候 我们就 笼统的 大概 大概就是 用这个分子里面 接在佛氧蛋旁边的long pair 还有接在佛氧蛋旁边的轻 以少的为准 这样OK 好 这是平均分子间轻件的数量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轻件的种类有一些 是存在分子间 有些存在分子内 那比方说 两个畜酸分子 两个畜酸分子 老师呢 这个 这个呢 我是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畜酸分子 这个畜酸分子COOH 那COOH呢 这个件 Organ H之间是供价件 它的长度只有100PM 但是呢 这个OH 轻在中间两边都像 这个是轻件 那轻件 它的长度就比较长 160PM 所以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分子间 如果 一样是OH 但是它如果是轻件 它的长度就会比较长 因为它的件能比较小 那如果是供价件 它的长度就比较短 这是分子间的轻件 那第二个 分子内 这个分子如果够大 它也有可能产生内轻件 那这个内轻件也是一样 这个分子内 如果有两个佛氧蛋 那这样它也可能 产生分子内轻件 比方说这个相邻的OH跟全 可以 那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呢 OH 产生轻件 那这个顺丁锡二酸也是 它O跟O之间 你可以中间有个轻件 产生这个叫内轻件 那等一下会再仔细提 那还有一个另类的轻件 另类轻件稍微记一下 就是例外 通常我们都轻件在两边是佛氧 但这叫轻件 但是有例外 例外比方说这个丙酮跟氯仿 那丙酮跟氯仿呢 这一个丙酮的氧 丙酮我们知道它极性很强 这个丙酮CO双间 氧的极性 这个CO的极性很强 氧原子部分负 碳部分正 那碰到另外一个氯仿 氯仿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氯仿就是细三氯加烷 它这三个氯 氯原子很会强电子 它是部分负 其实它的电负度 跟氮原子是一样的 那它只是比较 它的半径比较大 所以它一般来讲氢跟氯 这里我们就说它没有轻件 那但是它电负度 当然把电子源抢过来 所以这一个 这个氢的部分正也很强 所以丙酮跟氯仿 我们会观察到 它是有轻件的 这三个相当于 这三个氯 这三个氯相当于 它就拉电子 帮忙拉电子 所以丙酮跟氯仿 它的件能也落在了 这个件能也落在轻件的范围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特殊轻件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HCN跟HCN 那这里也是一样 它这个急性很强 CN急性很强 氮原子部分负 碳部分正 这样OK 氮原子把电子源吸引过来 所以这个氮部分负 那这个CN的 因为急性的关系 把这个氢原子的电子云 强过来 这氢原子原子核 揉落出来变部分正 那这一个呢 它的分子间 本来是偶级 偶级力 但是它的件能 也落到了轻件的范围 所以这两个呢 是特殊的轻件 就稍微记一下 好 那再往下看 介绍一下 产生分子内轻件的条件 那如果你要产生分子内的轻件 第一个 那你分子里面一定要有两个佛氧弹 所以这个抄一下 第一个你的分子内一定要有两个佛氧弹 这基本条件 因为内轻件就是轻在用轻原子当架小 两边是佛氧弹 所以第一个你分子内一定要两个佛氧弹 那第二个呢 行程内轻件常见的结构就是有环 它会有环 那通常存 那这个环的顶点通常是5到7元环 那第三个通常存在于哪里呢 灵位 如果有本环的灵肩对 这灵位 如果是双叹双肩 那就是顺 顺跟反的顺 那比方说这个顺丁锡二酸 那这个顺丁锡二酸呢 是吧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这里 那可以看到 这个COOH 这个氧 这个氧 这个氧是部分腹 这个氧是部分腹 这个氢是部分腹 这个氢是部分腹 那碰到这个分子的另外一个氧 有没有 那氢原子当架桥 两边是否氧蛋 然后两边都是氧 所以中间这个虚线 这个就是氢鉴 那这个氢鉴在分子内部 这叫分子内氢鉴 这样可以 那通常会形成呢 大概环围起来 大概是5到7元环 像比方说这个从碳开始数 围一圈 那它围一圈 我们来围一下 看看它大概有几个环 几个顶点 1,2,3,4,5,6,7 大概是7个顶点 就第一个 第二个它也有可能是什么 如果有本环的灵位 灵位 比方说这一个 硫酸 领腔肌本侠酸 这里 那这里呢 氧原子 氧原子 部分负 氧原子是部分负 氧原子是部分负 那氢原子是部分正 所以氢原子呢 接在两个 氢原子呢 当架桥 接在两个氧之间 那它几圆环呢 我们看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总共是六圆环 总共是六圆环 那这个呢 形成的是 五到七圆环 那氢原子 当中间 这个就是分子内氢件 其他一只类推 就是如果灵位 灵位 比方说这个灵本二分 那它这个呢 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有没有 五到七圆环 我们来数一下 五圆环可以 有时候 Ishman一到五到七 因为如果说 你的环太小 比方说只有三个点 那这样这个环 这扭曲的力 这个 这个剑脚的扭曲 都太大 那这样就不稳定 就通常要五到七圆环 这样比较稳定 这样OK 所以这个是 分子内氢件 通常损造于灵位 或者是顺势 然后呢 最后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个就是 Khf2 那它是一个离子化物 K正 和Hf2 负义 就是我把Hf 通入Kf 融融态里面 它就得到 这个离子 那这个离子化物 Hf2 负义 很特别 那怎么特别呢 它K正 没问题 甲离子 跟这个Hf2 负义 这个因离子 它们之间 是共离子件 但是这个Hf2 负义 它画出来是这样 你先画一个FH 清当中间 这个佛是部分负 清是部分正 这个佛是部分负 然后呢 这里呢 中间又产生了轻件 这个中间产生轻件 这个是一个内轻件 Hf2 负义 分子里面的 这个离子里面的轻件 这个叫内轻件 那这两个 这两个一个是 供价件 一个是轻件 按说长度应该不一样 但是测量的结果 这两个件的长度 却都是一样的 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是比较特别的这个离子 这个呢知道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是Hf2-1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因为你们有机还没交过 所以他如果要问你有内轻件的时候 通常比较复杂没看过分子 他画给你看让你来数一数 就比方说第一个 它有没有分子内轻件 你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本环 有一个OH 还有一个NO NO2 这样OK 好那这样看一下 有没有呢 你就把这个 氢原子在中间 氢原子在中间 有没有 那两边都是一样 那你数一数有没有呢 数一数 1 2 3 4 5 6 6圆环 所以A有 这样OK 就是这个环里面 有两个佛氧氮 然后呢 它又形成5到7圆环 那又是本环的零位 所以这个OK 这是本环的零位 所以A有 那B醋酸 醋酸有没有呢 CH3 CO OH 你看那这样能不能形成轻件 那你数一数 1 2 3 只有4个原子这样不行 这样它角度的扭曲太大 没有办法稳定 所以它这里没有内清件 好 好第三个 第三个呢 这个又是零位了 本环的零位 那就有可能 然后它有两个氧 中间又有清 所以这个又有可能 OH CO OH 有没有 然后这里 这样数一数 有没有 1 2 3 4 5 6 6圆环 所以这个可以 又是零位 然后又 又形成5到7圆环 所以稀有 那最后一个 这个是第四个 这个是顺氏 两个COOH 顺氏 那顺氏这里呢 可以这样看 这是顺氏 C2酸 好 那中间 用氢原子当架桥 两边都是一样 这样OK 所以这个呢 也是有 这个也是有 顺氏 然后也是有分子内氢件 这样OK 你数一数它有几个点 123 4 123 4 567 7圆环 OK可以 所以这一个 那个猪也有 好 那E选项 那E选项 虽然它这里是顺氏 没有错 你注意如果是反式在不同边 那距离太远 没有办法形成内氢件 那所以你一定要顺氏 但是因为它只有一个蛋 所以这个E就不可能了 你至少要有两个佛氧蛋 好 所以这答案呢 就是AC株 好 那这个氢件的影响 我们下一节再来教